前锋点外卖 永远就是一只手 对 那门 而且不敢叫自己名字 我叫千先生 千先生 您点外卖的时候 外卖小哥送过来 会不会要先倒置一下 然后把门打开 不会 轻轻的我来了 我基本上是家里的光会比较暗 所以我呢 就是每次把 撕开一个门 然后我就手这样伸出去 也是跟我一样 特别像恐怖片 然后每次我头发就是这样很乱 因为我在家里都是这样 你敷个那个寒素黑面膜嘛 对 你敷个黑面膜嘛 对啊 有一次我敷面膜还是被认出来了 然后吓了我一跳 那个小哥说 张欣宇 然后我说 不是我 不是 不是我 你把面膜直接摔在他脸上 下肚子的面膜 那你呢 外卖小哥来的时候 他根本看不见我 从底下C条出现 我更狠 我说您放这吧 怎么像 一波 一波 我也就是伸着手 伸出你的手 伸出你的手 哦 原来都是这样 你就是叫谦先生 谦先生 你呢 猫猫 猫猫 你 梁朝伟 你呢 我就怕别人不认识我 凭什么我奋斗这么多年 真棒 我还怕 我就 他认不出来我追着跑 你不知道我是谁 梁朝伟 我是梁朝伟 对啊 梁朝伟 王一波 王先生 王先生 隔壁的 隔壁的 隔壁老王 王姓比较好